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例如最近说商票会否立入三条红线 今天就看到了 传闻又跌了 很正常的 突然间看到流动又失了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就是全球性流动氾濫 几万次的借口 这个也是事实 不只是因为一手楼的价钱 因为限价政策打压 其实最大问题是 二手楼的征服很厉害 我们只是看七十大城市数 那是最直接的 四大城市里面有三个 都说了十几百分比赛 其实那个已经转发了 所以今年不是很多都集中的政策 是打算禁二手房地产 最近按揭那些不停收紧 其实大家都觉得 其实就是禁了 因为你十几百分比赛 一定是远超过收入的征服 远超过经济增长 那你慢慢就会有问题 因为几年后后 就是社会就 大家觉得楼价 就是买不到房子 那现在就是说 有什么三牌政策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成本太贵 那这些是要处理长期的问题 所以短期内 如果你楼价的升幅不下来 一路就会按照 我看到这个表 开始一看的时候 就是先看一些带子 开始看 啊 容创都挺厉害 像你说的 就是由去年我们说的时候 就红色的三条线都搞不定 然后到现在就差不多 应该都 这么符合格的了 希望可以很快排去绿色 但是恒大和呼力 都还是差点 就是特别是恒大 现在就是市场 就是等于很多东西 你说我自己 他你跟我说 你说你无理率 不是很跌的了 那我都是信 信一半不信一半 那你麻烦公布一个数字 给一个成绩表出来 嗯 因为之前几份成绩表 都是连续都是跌跌跌跌跌跌跌 那接着希望就是等它出来 OK 可能股价会升一升 但是暂时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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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